哈喽你好非常欢迎你回到我们这一集闲云教练101的节目里面来 我是星辰 然后我们今天一样是我们的这个奇迹模式同学会的部分 然后我们要邀请到我们的另外一个同学 他在IG上面叫做我是陪你成长的大神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 第一次看到这个 为什么 为什么是大神 明明那种漂亮的女生 然后把自己叫做大神 然后我也是吓一跳的 所以那他是早期我们来有来上我们课程的学员 然后后来也有来上奇迹模式 然后一直都有在私底下去聊他的一些进展跟一些收获 然后这次就难得邀请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在奇迹模式的一些收获 好吗 那我们先来热烈的来欢迎我们的大神 我真的要叫你大神吗 哈喽大家好 哈喽我是李迪亚那其实我在IG我是把自己的名字取名叫 我是陪你成长的大神 这个这个的确也是有趣的状态下去去想出来 刚好老师刚才又提醒到我 其实这一块也是就是这样玩出来的 好 对 为什么会叫大神 可以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你的专业啊 然后跟对对对 好其实我在上这个版的之前呢 我是经营直销已经十几年了 那我过去就是一直很专注在工作上 然后在那个目标啊数字上 我是非常投入的 但是我却没有发现我自己内心这一块一直在专区上面 我怎么会不太开心 可是过去我会觉得说哦 目标数字最重要 然后我就一直压抑 直到后来我发现哎不行了 就是不快乐已经大于这些 然后呢我才开始去探索自己 那那时候刚好疫情 大家刚好就没事 我就开始去上网啊 搜寻IG啊等等 那我第一个接触的其实是心塔疗愈 那在那里面呢我就已经开始对于我过去很多行为啊 潜意识等等 我有很多的了解 那我对这块很喜欢嘛 所以我在Podcast就是再去搜寻有关心塔疗愈 然后我就发现了新陈老师的Podcast 那那时候我就想说 哇为什么新陈老师会把这么深的东西就直接录出来 因为行销的东西 像我们有去上行销课程都会知道 就是可能不会讲太深 或者不会把答案直接讲出来 但是新陈老师就是已经把很多 哇这些他都讲出来了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 如果老师他给大家的东西都已经这么深了 那他的课程一定是更深 而且那时候我找不到任何老师有在有什么课程 我就试询他你好请问一下 有什么样更深入的课程 对 对 那所以我才接触到这一系列的课程 直到有一次我跟老师的对谈 然后老师又讲到说 有一个叫奇迹模式的课程 我就是觉得说 诶好啊 我那时候听到奇迹我会觉得说 哇 奇迹离我好遥远哦 听起来很无乱 对因为就是这个好像是小时候才会 才会听到的了 就突然我不知道 就觉得说好我很想知道 我们长大的时候还会有奇迹吗 好然后就是这样子路路续续上 那其实你看那我刚才讲的这段期间 我虽然思想慢慢的打开 但是行为要改变 其实真的是不简单的 所以是到奇迹课程 我在慢慢陆陆续续听完之后 我真的觉得我刚才说的嘛 我人生一直都以目标数字为主 然后我就用一个人生大局来问自己 我就说如果我到 我今天如果隔天就要死了 我会不会后悔 然后我其实就出现就说我一定百分之两百后悔 我说好 那我要决定看我自己 试着去看自己想要做什么 所以然后刚好加上奇迹模式的那些思考模式 我们就从我自己本身可能比较喜欢的财商部分 那刚好我的那时候我现在的合伙人 他就是这部分的转业 那我是比较喜欢行销 然后再加上就是我对这部分是喜欢的 所以我们两个就这样子创了这个版 可是真的是蛮有趣的 在我第一次上课的同时 我第一次上有关行销课程 刚好好险那个老师他只教我就是一些 工具面的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说好 那学了这工具面 我们就开始把我们的东西去组成 然后去把它做出来 所以我们没有太多的架构跟框架 对 所以就做到现在这样子 现在做很厉害 一开始我记得我那时候跟你聊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跟我说 因为你是先上我们的教练课 然后后来我们有提供一对一 我们有做过一次一对一的咨询 然后你就跟我说 你开始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可能就是你问了自己刚刚那个问题 对 对 那个问题真的很有趣哦 所以 其实那个问题不要乱问你知道吗 哈哈哈 会很可怕 人生会大转变对不对 因为那个问题是 满满值得去探索的啦 然后你就说你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后你就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上万的 上万的那个follow了嘛 然后现在我昨天看一下哦又变六万八了耶 好厉害哦 对很有趣 对 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很有趣的是 两次突然那个粉丝人数很暴涨 这两支影片 有百万观看啊 然后最终书突然变很多 都是非常奇迹的方式 就是就像我们常在课程 常在课程讲到的 我们很多东西都是在放松 而不是像我过去的模式是很紧绷压力 然后应声出一些一些方式 而是可能我跟朋友啊 或者跟合伙人我们很放松的那个情况下 然后我脑中闪过的 这个在课程里面我也常听同学他们去分享 就是哦 我闪过一个画面 那我现在对于我闪过的这些东西 我会觉得哎 这个就是 这是我要的 然后刚好我的执行力又很强 我就把它就是 运用我那个团队啊 或者大家的专业知识 我就会把它拼凑出来 那你看这时候我其实 不会去管他有没有流量 或者管他会不会变现 而是我就是全然投入在 我很喜欢的这个灵感里面 我觉得这个创意很有趣 没有人做或怎么样的 我们就是全然投入在这里 结果我觉得很意外的 就是在这两次 老师第一次上万是因为有一支影片 那后来再转上去 其实是另外一支 也是很意外的 我们说啊 我们觉得是没有人要看的东西 我们只觉得说哦 那是我们觉得不错的 这个大家可以知道的 然后我们去把它写一写的 那反正我这中间过程 我还是很努力就是一直在拉扯嘛 看市场喜欢什么啊干嘛 那这个时候就是稳稳的 这样稳定上升而已 嗯 所以你当这个是 你是在上完 在上奇迹模式的过程之中 体会到的东西 有的一些成长跟转变吗 嗯 没错 对 你当初上的时候感觉是什么 刚开始的时候 我很好奇 其实 其实我是那个 没办法静下心来的嘛 那奇迹模式呢 我没有好好的 可能每一天 像老师那时候每一天上 可能有时候上 有时候没上 那有时候会觉得会陷入在这个里面 后来我就会说算了 没关系 反正我开车的时候 我就运用我开车 早上起来 哦我就悠闲的听个一堂课 然后再想想这些东西 我是这样子穿插的去上 那刚好那个后面的课程也是有 有开放啦 我觉得好处是又可以听到不同同学 对 然后我是从这里面这样子去拼凑起来的 所以你有按照顺序去学吗 还是说跳着上 你说的 我就说好不要 而且我都会打开那课程 就会 我今天对哪一个课 我觉得我想 我有感觉 我就这样去上 我也不想要再什么形式渐进了 我就发现我是一个没办法有框架 或者叫我这样一步一步来 或者干嘛 我以前会纠结嘛 那我现在就算了 我就顺我的个性好 对 那我也上完啦 不是吗 我也上 你以前是 你以前是会把自己硬逼在一个框架 在工作的时候 我会硬逼自己 强迫自己 然后听话照做 然后每一个成功的方式 我会去试 那比较不管自己喜不喜欢 那现在我会把自己的感受放低 那那些东西再去信 对 虽然有时候也会陷入说 哎 你看哦 就是有这么 人家就告诉你了 就是这样做你就会赚钱 就是这样做你就会有流量 对 可是我觉得 我们不喜欢啊 那搞不好 对 我们这样做 其实也没有比较差 我现在又会这样子来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安慰自己 昨天你在跟我 Rate的时候有 有讲这个东西 所以你说 这个我们昨天就在聊说 就是你上课 这整个过程中 你觉得最有收获的地方 然后你就有提到说 你在自媒体经营的时候 那个感觉是跟 过去在经营事业的时候不一样 是因为你有什么样的收获吗 跟看见 所以你才会开始有这样的转变 收获跟看见 对啊 嗯 第一个是我刚才有提到的 就是 呃在 我们 平常我们在网路上看到很多 会教育我们 这个老师他有他一套 那这个老师有他的一套 然后后来就变很多套 对 那后来 后来就不去想 那不去想的状态 就像我刚才提到了 还是有做的不错 那 呃 第二个是在 我觉得成绩上面吧 后台的方面 有时候我也会陷入像以前 就是 我们会很专注有没有 就像老师常在那课程讲的 你有时候这样做 就会有人一直亏钱给你 蛮好的 可是 一直接接到 那好像也不是你要 或者你多 你多去跟客户去 讲一下或干嘛 他可能因此这样有一天的成交 但是这个客户也不一定是 呃是我们当初想要设定的那一个客户 那反而 我就跟我的客户人 我们都放松的状态下 诶 还是一样有 虽然客户他不是说很大量 但是值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两个相较之下 那为什么我们不要 就是顺流也能得到这个结果呢 我会很容易就像 就像老师刚才说的 我会想要陷入之前的那个模式 很像每天要很急躁 然后开始人多了 我就要开始一直去 呃看能不能每一个客户都买单 看能不能怎么样 那那个状态又 多跟进啊还是怎么样 多发一些内容 对 之类的 对 对 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 刚才跟你聊的时候 好像是 你还在这个状态中 犹疑吗 对对对 没错 对 那时候是怎么样 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原本是怎么样 呃就是会很 想要好好 又来了嘛 我就觉得我来这里玩 本来玩得开心 但是又好像做起来之后 又要像一个老板一样了 我们好像又什么一定要做得 非常的好 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跟老师 在聊那个 新销 我就老师讲的那个 因为我是现在才学嘛 然后老师讲那几句话 就知道原来老师早就十几年前 就用过这些东西了 然后你真的没有在用这些东西 我就觉得 对啊 然后我正在想要又陷入那个 SOP 又想要好好地这样做 这样卖课 但是老师都已经没在用了 然后我就会 所以我后面我就会一直 只要我要陷入这样的时候 我就会拉回来 我们要的 我们要的其实是 当初我们设定的 那我就在这样游异当中 慢慢地就是找到一个平衡 对 就是比较不会再 又陷入那个地方里面 我蛮好奇你刚刚说 我们要的其实我们想要 当初设定的 那个是什么东西 那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因为我跟我合国人过去 我们都当了十几年的业务 那业务我们成交的 就是会来者不惧既往不救 什么就是你好像你要生意很好 你就要容纳 什么人都可以容纳 你好像不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不可以有自己的一些主观意识都不行 你就是要变成配合每一个人 你才能赚到最多钱 那当时我们就觉得说 可是这个是很耗能的 对我们两个来讲 我们暂时我们就是不想要再过去那个模式 所以我们会想要用我们的方式 有一些过滤的 方式也好 然后找到我们两个想要的客户 就那客户可能是跟我们同屏或干嘛 对我们当初设定这样 然后可能比较悠闲的 我们的生活也变得比较悠闲一点 就是做少的或者那种感觉 对就是我们两个只要付出我们的优点就好 优势就好 那种是这样的设定 可是到有一阵子我们两个又开始忙着交头来 我们就说不对不对 这个会是我们要的生活 怎么又变成这样了 然后反正这种时候 然后我就会在选一堂奇迹模式的客厅 然后就是很意外的 当什么药来课一样的感觉 没有 我不是听完会去那个哦 我是听完会找到里面一个灵感 然后我会再去回到生活中实践 然后就会发现 很快的我们又回到我们想要的状态了 因为我记得我有看你的一些影片 我觉得很好笑 我忘记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影片 然后是说什么 反正有很多笑点在里面 但是那个笑点我就觉得 这个太好玩 我想说那应该是玩泥巴玩出来的吧 那一些笑点很有趣 就是因为我的很多人是那种 毕竟他是十几年在金融业 他本人就是比较震惊跟很细节 那那个影片我就说 这个很疗愈 而且这个我好喜欢哦 那他可能就犹豫 我就说我们就当 我们说好的嘛 我们不是来这里就是要 尝试吗 这市场就是要测试吗 对啊 然后我们就去发 结果你知道吗 我们有两三个客户 就是因为老师讲的说 那一个好笑的影片来 他完全没专业 他完全里面没有写专业 他就是一个笑话 然后有两个客户居然说 我是因为你那支影片 然后才填写财务咨询 我说 我们两个真的不知道要说什么 你知道吗 就哇 你还记得那个影片是讲什么吗 你还记得那个影片是讲什么吗 他在讲说 就是别人很认真上班 你在睡觉 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 对然后别人怎么样 你在你还在睡觉 然后这就是为什么你活得很健康 然后别人年纪新年就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超好笑 我那时候看了这玩意 很认真 很认真的分享 所以真的有人因为这个影片 然后就来啊 就是因为我们有 然后就变成你们的客户这样 对 前期有两三只是好笑 就是讲有关钱 有关工作 但是他就是好笑的 他没有任何意义 就是让你笑一笑这样 对 对 可能也有意义吧 只是我们 我们可能理智上 觉得没有意义 但是可能很好笑本身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价值之类的 对对 我觉得是这样 对 然后所以你有不遵守什么规则 因为你昨天好像有说就是你们在经营自媒体 端音音的时候 好像你知道规则怎么样做会流量比较好 还是会比较成功吗 但是你们就是硬是反着做 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很多啊 因为就是像我常听老师在客场里面就会讲啊 就是很多每一个人就像我现在 其实好我们流量上来了 我也会讲一套说 你只要跟着我做你就会有流量 你只要这样 那所以我觉得在市场上很多老师他们可能都这样讲嘛 那我真的也会去听 我就会相信 那可能有的老师就会说 你就是要去称现在的时事新闻啊 或者就是你要把影片弄得很短 很快速看完 因为这样就完播了 或者运用一些行销技巧 让你看下方 就是下方留言 那个机器人自动恢复 对 然后还有文案的架构 你要你要一直去那个让别人想要看下去 对 那这些东西 我们都看了都很想试 可是我们都觉得说天哪好累哦 为什么大家不能好好的看内容 对 就是为什么我要叫人家看内容 然后就要有一些技巧有没有 然后要在那边找寻 然后要用那种很 很吸引人的或者讲话方式 就会 要很 有一种就是会让你 没那么自然 对 好像化成 然后我们就 对 做久就觉得说 这真的也不是我们当初想要的 很累 然后架构几秒要讲什么 还要套好 我就说 我录个影 然后我要靠那个 整个又变成框架到很 很那个 我们就说我们都不想用 所以我们就变得比较多心思是在内容 这也是我一直常提醒的 因为很容易会陷入就是想要赚很多钱 又会来了 就觉得 诶 有人了 我们就去打赚 就是要很多流量 对 对 所以你们就不管那个架构 然后就 结果还有录搞笑的影片 然后还真的会 真的还会有效 而且还很多人看这样子 对 就很好 很有趣 对啊 嗯哼 了解 所以还有哪些是你在 就是你在基金模式里面 对你来说很有帮助的一些收获吗 我个人是觉得 我个人的部分比较比较多业 就是 以前 以前我会认为 我的脑袋一定是很开放 因为 毕竟以前是做业务产业嘛 就会比一般可能上班族 会觉得说 哦好像你都在外面跑 你的思维一定是可能比较多的 那时候我认为我已经是很开拓 然后到现在我才发现说 哇 我 我每天 就听老师讲 这是真的吗 然后他讲的是对的吗 我才开始一直去思考 我过去很多事情 然后这些里面 是 呃 这些东西是造 造就我在经营短影片上面 很大的一个关键 就是例如说策略方面好了 我们只能这样吗 我就会这样去思考 然后 我们 呃 一定要这么做吗 那这样做才能赚到钱吗 对 比较多我会这样的去思考 然后个人的部分是 有关钱 因为我很容易就是用一个目标 像老师那时候就有问到一个钱吧 我也常去思考 我到底要多少钱才够 那刚开始我还记得那个问题 我真的有去思考 我真的讲不出来 嗯 然后老师又讲到说 如果你讲到 这可能也是一个框架 我说对 那你知道我最后答案是什么吗 我自己觉得很有趣 你就讲说那 你多少钱才会满足 我那时候心里这么浮现 我就想说我喝 我最喜欢的饮料 一杯好五十块好了 我真的超满足的 那我为什么过去花了 真的我知道 有的人会听到会觉得你在发疯吗 我就 可是我那时候当下闪过就是 对啊 我现在真的喝这杯饮料 就是我最大的满足 我的人生真的很容易满足 我就去面对我内心最深处 我就是这么容易满足 我不想要再活在别人 就是会讲 我好像要一个很大的目标 我好像要一个很大的愿景 我好像要一个很伟大的 什么可以照顾社会或干嘛 对 嗯 我不想再活在这样子 以前会这样做就对 以前会活在别人的那种想法 对我以前会逼自己说 你要设定很大的目标 或数字什么 对 你以前怎么逼自己的 我想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真的会很逼自己 而且就会例如说 我好 我以后一定要买一个 四五千万的房子 可能最终目标就是这样 因为我想要就是让更多人来 然后他们可以 我想要照顾他们 我想要干嘛 那那时候我真的会不宜有他 我就会想要这样 嗯 或者就会说好 我想要买什么这样的车 我想要去哪个国家旅游 那还有很多身上的一些行头啊 什么等等的 就会一直去追 那后来我真的这样经过这几年 一系列的抽丝剥茧 也不是说成就是一系列这样子去那种 我就真的 全部都买完之后这样子 也没有买完 我只是说不得不承认 我就是那么容易满足 因为我过去我发现我这一点 是我不敢说的 就是其实我真正的我可能是这样 那但是我不敢跟别人说 其实我很容易满足 因为别人会觉得说 哇那你这样就是很安逸啊 没有基督心 对 好像就是一个很负面的 嗯 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对 那这改变有什么样的影响 你觉得 在实际在生活 在事业上 我觉得 好像变得很知足吗 还是说 还是说 很知足 很知足 但是它会对你的生产力 或者是对你的事业来说 有负面影响吗 好像没有 对不对 我觉得没有 反而 显得能量会耗在 花90%耗在 一直在追寻这个东西 以至于没有活在当下 那这个东西 我真的练习了非常非常之久 真的不简单 就是你很容易脑袋就思考未来 然后 你的 你的 未雨绸缪 对 未雨绸缪非常严重 非常严重 过度未雨绸缪的部分 过度未雨绸缪 然后 银行的数字 你那个 我们的资产到哪里了 就是很靠能 就是譬如说好 我设定要有10间房子 然后你现在假设你有7间了 你就会一直把重点放在3间 一直在想我3间怎么来 我3间怎么来 以至于你都没有看到那7间 或者以至于你没有活在当下 你正在吃饭 我正在干嘛 都没有感觉了 我有一阵子是严重到这个地步 就是我真的脑袋 有点人家说那个交感神经失调 对 有时候会睡不着的那个感觉 对不对 对 没错 对 然后当你开始接纳 你是一个很容易执着的人 之后呢 这3间跟这10间变怎么样 我觉得 我觉得后面老师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 这个等一下又想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 我觉得老师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 就是有一次 老师就问我说 那你现在有什么目标 那因为是一对一对我就觉得我想要诚实的讲嘛 我当然不可能又继续讲我有多伟大的目标 有个老师说 其实我没有目标耶 然后 哈哈哈哈 然后 然后 我就很想 就是你知道 很像薰老师你咨询 就说其实我没有目标 但是我不敢让别人知道 对 他老师想就说 每个目标也是一种目标 然后就是你就走着走着 好像就会有事情 那些东西它就自然会来的 它就是会来 好 我就决定就是 那时候他讲了之后我就决定说 好我就要尝试这样 我不再设定目标 我不再想说 就算我现在做这个网路的这个版 我也不想再去设定说 哦未来我们就要设立公司 我们就要有多多人 我们就要怎么样 我不要 嗯 那对 我就尝试这样做 那把那个心力放在当下 例如有来的客人上面 然后想要加入团队的人上面 那我们不想要再去说 哦我一定要有20个人的团队 你都不用 哦 不用设定这种数字目标这样 对我不再设定 我都会逼自己说 我们不要再想那些东西 然后去想别的 那结果怎么样 结果没有怎么样啊 很好啊 就是 也都很好玩这样子 对然后 会把 会用心的会在 当下的那一个 所有的事情上面 例如你跟那个人的关系 然后我们在 讲的事情 对 我会 我会花比较多心思在当下 对 对 感觉是还蛮好的是不是 蛮好的 然后也没发生什么事 呵呵 所以你刚刚一直有讲说 也没有怎么样 也没有怎么样 也就是说 呃之前你会 会比较有一些担忧 担心 非常 对 是吗 对 就是以前 以前会觉得好像 嗯 离开这个工作 我好像就 没办法存活 离开这个工作 我可能就会没钱 离开这个工作 我可能找不到 比这里更好的环境 然后比这里更好的薪水 等等的 那是我大概第一次接触 老师课行的时候 那时候我的恐惧非常大 我还记得我还跟 老师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在 我想问你们有什么想法的时候 我全身发抖 呵呵 然后到 我就觉得说 哇 这两年 这两年的改变可以 这么多 然后 我昨天在跟老师聊的时候 才发现说 哇 回头看之前 到底 就是有多害怕啊 有多恐惧啊 对 我记得对 我第一次跟你聊的时候 好像那时候情绪 好像有一股乌云在上面 对 有一股 阴霾的感觉 很像我的人生 已经没希望了 这样 很像就是 已经没得选择了 对 那个时候是怎么样 跟现在的差别到底是 是什么 你有回想过去 看看吗 应该是说 也不是因为那个工作 而是从小到大 大家可能就是灌输给我们的 我们就是要很努力赚钱 如果你没有这么做 你好像就会发生什么事 那你只是一路走来 然后可能遇到这个工作 那这个工作你想要再 有想要再换下工作的时候 你一样就会 有这个想法又出来了 你这样子 你不要随意换 可以吗 你怎么样 对可以吗 万一扯不到钱怎么办 对 其实我也很多这种声音的 对 然后你自己又是一个 其实很容易因为喝一杯奶茶 还是什么就满足的人 可是 以前 接受到的观念都说 你要多赚一点啊 你要赚十万杯奶茶 还是怎么样 对 会讲很多那种 你的爸妈 你的爸妈会怎么了 什么等等的 反正这两年我开始去 我去面对 应该说我很 还有一点是我就是 直接去面对那些恐惧 就例如说 我以前被一个思维 我会很绑住自己 就是说 你要赶快成功嘛 不然你爸妈就老了 你爸妈就 你要 有一句话 有子欲养而亲不带 对对对 你要赚快 让你爸妈退休 干嘛等等的 然后你就一直 努力一直努力 然后有一次我就觉得说 我不行再这样下去了 我应该要直接问我爸妈 你有没有想要 哈哈哈哈 我要问他说 你有没有想要我赚钱 这个好笑 对 我都不行再这样下去了 与其一直 自己在那里脑骨 不如去问我爸妈 我就跟我爸妈说 嘿爸妈我问你哦 你想不想要我就是赚很多钱 然后让你就是都不用工作 然后我爸妈就说 其实他们从来没有这样想 而且他们自己有规划 然后我就想说 天哪那我这几年 我到底就是在焦虑什么 在恐惧 在买什么 就是这么一个恐惧的东西 然后其实都是自己创造的 傻眼 对 对 然后还有小孩 还有那个 以前就会觉得说 生小孩 然后你就要给小孩 非常 非常好的环境 非常好的 可能房子 车子 直到有一次 我追的很累很累 然后每天一直就是很努力这样 有一次我的小孩居然跟我说 妈妈我最喜欢的是 我们以前租的一个 很普通的房子 那时候我当下就是 对 想说 原来他们要的真的不是那些物质 全部都是我自己在幻想 跟我自己在创造 我创造这些东西让我一直去 一直去行动 对 好像是我们课程里面讲说就是我们的 经营事业或生活的方式好像都是 都想象自己有一只老虎在追自己的那个感觉 对 这个故事我常常 我常常来提醒自己 我现在变驢子了吗 我现在变驢子了吗 驢子模式 对 我有时候在顺利 然后有时候觉得 我好像变驢子了 要提醒自己 还是会有一些惯性在 对 有一些惯性在 然后 可是就会自己想象那个有一个 萝卜 然后一个鞭子 要鞭打自己 然后如果没有吃到萝卜的话就会一直编自己的那个感觉 然后那些都是 等于说你刚刚说的是 那些 可以说是恐惧吗 那些其实都是思想穿到出来的一些 对 一些牢笼 对对对 现在才明白那是一个思想的牢笼 对 对对对 明白之后的感觉是什么 很自由 真的觉得很放松 很自由 很自由的感觉 对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 我觉得有时候财富跟 自由其实是两回事的那个 嗯 的那个意思 对 有体验 听你的分享我觉得还 蛮有蛮有体验的 而且 就让我想到 呃 前 最近我有一次在做coaching的时候 好像 好像也是这样 我们很容易会去想 哦对对 我有一个客户啦 然后他 嗯 他要建立团队嘛 然后 他就问我说 哎那要怎么建立 然后他又想说他要给这个 这个员工 呃 从partight转底薪 然后他希望他做什么 可是又怎么样怎么样 这样 我们在coaching的时候聊了很多 他就他 他觉得那个员工 就是他希望对他好 他希望那个员工可以赚钱 那个员工可以成长 然后 然后 但他又想要去 找一个好像更更适合的人 来接这些工作 因为员工有一些东西 东西做不好 然后所以他就问我说 老师那你觉得我应该要做A B还是C 然后我问他的问题跟你刚刚 跟你刚刚说的一样 我说 你又没有去问过他呀 哈哈哈哈 对 对 对然后他说 没有耶 我没有想过问过他 对那你从来到来都自己在想 是吗 他说对 然后其实 他已经烦恼一个月了 他那个月都在想说 这个员工要怎么搞定 然后 他的公司要怎么扣展团队 然后怎么样 然后 他遇到这个人 适不适合加入 然后帮他做这个事情 他都自己在安排 他的组织图规划之类的 然后后来 我在跟他coach的时候 我就是问他说 你就是要不要直接去问一下 他们想怎么样 哈哈 你要不要直接问一下你的员工 他 他为什么待在这个地方 他想要什么 他希望 在这个地方可以得到什么 他喜欢做什么 然后他不喜欢做什么 然后他想要一直做下去吗 因为这些都是他 他自己在 他自己问这些问题 然后自己想很多的答案 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做 然后就来 来一堆宇宙跟我聊 这样子 我觉得跟你刚刚那个 就是 我觉得直接去问我爸妈 你们有没有要我养你 对 我觉得这个还蛮 蛮特别的 对对对 都是自己的脑子 对对 都是自己的思想 都是自己的脑子 然后再仔细去思考 就是 其实自己的爸妈 从以前到现在 他教育我们的事 就是要让我们去 做自己想做的事 但是我们可能又出社会后 又会被社会这些 思想又框架 就认为我们就是要怎么样 然后以至于我们 更好都忘记 他们到底真的需要什么 那他们 希望我们变成怎么样 对 对啊 让你最有 最 呃 你看破的一个 就是那 我们刚刚说很多社会的价值观里面 对对对 对 你看破的最大的一个是什么 对enkang 曾经困扰你最深 然后看破的 钱 怎么说 以前我非常就是 加上加上我之前工作上的挫折 然后我会 我会拿目标或假想敌 来当做我的目标 就例如说好 这个人是我的 就是他跟我互相 他伤害过我 然后现在赚的比我 你说伤害过然后赚的比你多 对然后我就会以这个当目标 然后就迟到这几年我发现 天哪我的人生好像花很多时间 在追一个数字 在追一个数字 然后以至于 就像我刚才说的嘛 我其实 我一杯珍奶我就很满足的人 然后以至于我都没有好好享受我的人生 对 然后我就才放开很多 突破很多 因为因为我已经知道我自己要什么了 就像我上个礼拜 我只是去海边 因为我个人也是很喜欢海边的 对 然后所以我每天看到 我每天看到老师在冲浪 我就会一直提醒自己 我就会说 这才是我要的生活 奇怪我到底是什么功能 对 你什么都没做 就是一个很大的功能 你就一直冲浪 对 老师每天就在冲浪 就是一个很大的那个功能 对 我就是发现自己 以前会压抑自己 压抑自己不该 不该这么没有目标 不该这么的容易满足 我会一直去压抑自己 就是我好像一定要功成名就 然后我后来就是这几年最大突破就是这些 钱 然后再来就是 诚实的面对自己喜欢什么 就算只有这样 对 我已经不会管别人会不会笑我 会不会笑我 因为这就是 我就接受了这些 对 对 对 最大的突破 我刚刚听到 我来帮大家整理一下 我觉得这些 分享蛮有趣 我可以感觉到啦 就是 好像跟我们第一次咨询的时候 你那个状态是很不一样的 对不对 对 就是 感觉就会比较放松 也比较开心 对 当然 那你有你的一些 你有你的一些特质 就像你说你的行动力很强 之类 我们今天 今天在 今天奇迹模式课 我们才有提到说 我们才有跟大家聊 其实目标 我们太习惯拿目标去惩罚自己 就是目标太大也不好 目标太小也不好 没有目标也不好 可是 到最后我跟大家说的是 其实 不是目标的问题 不是目标在给我们压力 努力跟挣扎 其实 是我们对于目标的 这些思想 是这些思想堆叠 这些想法来创造出来 其实可以 其实有目标也可以 也很好 对 不是说奇迹模式上完之后 你就都不要有目标 因为目标是可以把一件事情 极简化 你怎么时间完成什么 你的那个priority 就会出来 你的那个优先顺序 就会出来 然后 只是大家 在这个社会上都以为 有一个目标 就一定会有一个压力 然后 有压力就 比较容易成功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迷思 对对对 就大家都喜欢 自己放毒 然后自己 让自己往前冲 可是其实不用放毒 也可以 也可以冲得很好 对对对 所以你刚刚分享的就是 第一个是对于 金钱数字上面 你有一个 不一样的一个转变 然后第二个是 诚实面对你自己 其实就 一杯饮料就可以 很满足了 我觉得 这个很棒 因为 有时候当我们把事情 看得很严重的时候 就是说 当我们 把一个目标看得很重吗 或者是 应该说我们把我们期望值 放得很高的时候 对 我们 我们其实就会 对 其实就会比较有压力 但是 但是这个压力 其实对我们的表现 没有什么帮助 而且它也不太会有什么生产力 也会 抑制了一些创意 可是相反的 你 你诚实的面对你自己 对 你的标准就是这样 像我们在吉姆斯里面 还要讲一句话 就是成功的方法 就是把 期望降到最低 把对自己的期望 直接拉到最低 对 其实 其实我们后来也是啊 我们 我们还是有胜目标 我共和无人还是有设目标 对 但是我们的目标没有达成 我们还是 我们还是很开心 就是目标的 有没有达成 不会影响我们的心情了 我们还在笑 对对对 对 我们还是很开心 这样就变得 那个过程就很开心 就真的像碗尼巴一样 对对对 对目标也是 然后还有你刚刚说的一个 其实很多时候 你的追求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一只老虎在追你自己 那个恐惧就是 诶 就是要趁爸妈还没老的时候 赶快 赶快赶快一点钱 让我们好好享受生活 诶 这个观点真的很多诶 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就 确实也蛮多人是这样子 会拿这个来 让自己一直去 努力工作 对然后都没有问过爸妈 的意见 对 或者爸 或许爸妈早就已经 存了很多钱 人家早就已经 人家早就已经退休了 对对对 搞不好有些是这样子 当然还是有些是真的很传统 在等儿子养还是什么样子 对 可是至少 如果真的没有的话 就也不需要这样子 对 所以Lina 你在最后 有没有什么 一句话 你可以 结尾来给大家 分享的 就是 对于经营事业啊 其实我们今天 都要讲的是 经营自媒体嘛 然后 对 一次也可以啦 就是经营自媒体 或经营事业 你的经验来看 你有什么 对你有什么建议 或是一句话 你会想要分享给大家 当作我们今天的结尾 好啊 就是 不管我们是经营自媒体 还是我们在工作上 事业上等等的 或者赚钱方面 我最大的想法就是 我们本身 我们要回到我们以前 小时候 我们玩泥巴的时候 我们本身就是快乐的 那这些外物 成绩 目标 金钱 然后或者你期待的东西 它都不是 我们的心态要 要很能厘清 这些不是能影响我们 就是快不快乐的主要原因 对 它只是一个外物 我们本身不管 就这些事情 我现在已经可以 看着他们 气负 然后 看着他们流动 对 看着他们流动 对 我都是可以 现在已经比较可以了啦 一直在练习 就是可以是快乐的 对 不被 比较不被影响 嗯 你知道你的核心 我们的核心本来就是圆满的丰盛 然后从这个出发点 去做任何事情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蛮好的 那这样 我相信你们的团队还有你的合伙人 用这样的心情一定可以服务到很多人 然后一定也可以帮到很多的 不管是你们的客户或是学员 而且 嗯 应该 你现在面对客户或是客户的一些反馈啊 他们的 呃 见证啊 应该都还蛮好的 对不对 当你用这样的心态在做事的时候 对 没错 对对对 差很多 跟以前差很多 嗯 对 自己也没有什么 那个 我觉得那个状态会影响人啊 就是有些人用焦虑的状态赚钱 可是当你用一个玩尼爸方赚钱的时候 呵 你就会吸引到很多看你的玩尼爸影片来的 对 还蛮有趣的 对对对对 这样也蛮好的 所以如果大家对于我们是大神的专业是什么 可以在最后再跟大家分享影片 如果有兴趣的人也可以来来找你们 好哦 你说我们的专业 对啊 你说名字哦 对啊 就是我是陪你成长的大神 对就是IG上面搜寻我是陪你成长的大神 然后他们有一些 对有一些理财投资的一些观点跟想法我都觉得蛮棒 然后也蛮好笑的 然后如果你有一些资产费资或规划的 也都可以来找大神他们的团队一起协助你 好吗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大神愿意来 我们今天来分享基金模式同学会 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再来聊一聊 好吗 好 感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到这边 拜拜 拜拜 如果你对于今天这集节目的内容 有一些兴趣 想要深入探索的话 欢迎到我们这集节目的描述栏的下方 去找找看更多相关的一些连结 或者是一些资讯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学习社群 来去学习我们的一些进阶课程哦 那我们在下一集节目中再见